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摩根士丹利日前发表的报告指出,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第三季动能仍然低迷不振。 具体来看,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增长仍疲弱,仍然要面临定价及产能利用率仍低的压力,第三季营收估计只比前一季成长0%至5%。 在台厂中,大摩最看好连电,给予优于大盘的评价,利基电及世界先进则都是列于大盘。 报告指出,由于终端需求没有太大回升,大多数客户在采购关键零组件时仍然谨慎保守,这些晶圆代工厂对第三季的展望应该会让市场失望。 不过尽管如此,据Tom's Hardware近日报道,英特尔代工服务为其称为Intel 16的新型16奈米级工艺技术,相关客户推出了广泛的工具,可满足行动设频,物联网消费类,记忆体军事,航态和政府应用的需求。 这项新技术补充了英特尔的22奈米FFL工艺,据称是一种廉价的基于FinFET的节点。 根据Synopsys, Cadence Digital, Siemens和 Ansys的消息,这些公司现在拥有一系列适用于IFS的Intel 16的工具。 这些工具专为满足各种客户应用的,射频和模拟功能,WiFi蓝牙,毫米波消费电子,记忆体军事,航态和政府应用。 与目前用于这些应用的平面生产节点相比,16奈米级技术有望提供更高的电晶体密度,更高的效能,更低的功耗,更少的演磨和更简单的后端设计规则。 先进制程方面,英特尔将在下半年发表的Meteor Lake库瑞Ultra处理器,将首次使用Intel 4制造工艺,再下一步就是Intel 3,号称能效可提升18%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近日披露,Intel 3工艺在今年第二季度就达成了缺陷密度、效能的里程碑,将如期达到良率、效能的整体目标。 明年上半年,首先应用于首次纯小核设计的CLR Forest,紧接着,很快就会用于纯大核的Granite Rapids。 CLR Forest,Granite Rapids,应该都会划入第六代,可扩展至强序列。 而今年底,还有个第五代的Emerald Rapids,制造工艺和现在的第四代,Sapphire Rapids一样,都是Intel 7。 Intel 3工艺,似乎不会用于消费级产品,至少目前没看到相关规划,它更多针对数据中心产品优化。 在往后的Aeroneg,将会首次引入Intel 20mm工艺,Intel自认为也就是相当于2nm级别。 基辛格表示,Intel 20mm工艺将第一次使用Ribbon FET,PowerWire技术,大规模用于消费级产品,目前正在晶圆厂内进行第一步。 就在不久前,Intel宣布,率先在代号为Bruce Dye Creek产品级测试晶片上,实现了背面供电技术。 该技术能显著提高晶片的使用效率,同时,电晶体体机大大缩小,单元密度大大增加,因此能显著降低成本,还将平台电压降低了30%,并带来了6%的频率增益。 最为先进Intel 18mm制程方面,Intel公司官方宣布,将与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合作,采用Intel最先进的制造技术,为爱立信的5G网络设备制造客制化晶片,为未来5G基础设施打造高度差异化的领先产品。 英特尔在制造最小、最节能的半导体方面的领先地位,已经被台积电等竞争对手夺走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于2021年宣布,为了重新夺回领先地位并扭转公司局面,计划的关键部分是在4年内实现5代晶片制造的进步。 英特尔表示,新的爱立信晶片将采用Intel 18mm制造技术,是英特尔首批使用该技术的外部客户晶片之一。 英特尔称,Intel 18mm是英特尔4年5个节点路线图上最先进的节点。 在新型环绕炸机电晶体架构Ribon FET和背面供电PowerWire,首次出现在英特尔、Intel 20mm之后,英特尔将在Intel 18mm中提供Ribon架构创新和更高的效能,同时持续减少金属线宽。 结合起来,这些技术将使英特尔在2025年重新回到工艺领先地位,从而提升其客户向市场推出的未来产品。 英特尔和爱立信没有提供该晶片核实上市的详细讯息,但英特尔此前曾表示,其Intel 18mm制造技术将于2025年准备就绪。 此外,两家公司还将扩大合作,通过面向爱立信、CloudRain无线接入网络解决方案的英特尔VRain Boost来优化第四代英特尔之强可扩展处理器,帮助通讯服务提供商提高网络容量和能源效率。 同时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。 英特尔之前公布了2023年第二季度财报,营收利润高于预期,该公司再次表示将从台积电手中夺回技术龙头地位。 对此,台湾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也同步在Facebook发文,表示英特尔最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。 其认为,英特尔第二季度营收计增11%,比市场预期高8%,主要是PC业务需求回升,使得这部分营收计增18%,营业利润率回到15%。 英特尔第三季度营收直引,计增0%至7%,年减13%,较第二季度年减15%的状况有所改善,比市场预期好一点点。 英特尔二季度库存周转率4.3个月,计减14%,年增15%,是除了记忆体晶片之外,少数看到库存逐月,逐记递减的晶片厂商。 温智浦半导体,德州仪器,易法半导体等公司的库存水平均持续创新高。 数据中心和AI晶片营收40亿美元,计增8%,年减14%,营业亏损率从一季度的-14%,回升至-4%,但公司认为该部门第三季的营收还是弱,要等到第四季度才会回升。 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,营收2.3亿美元,计增97%,年增90%,但目前还是卖一片晶圆,赔半片晶圆。 不知英特尔何时才会将晶片制造与设计部门的财务分开来算。 英特尔在财报中强调,2025年,通过2奈米,1.8奈米工艺,从台积电手中拿回制成技术龙头地位。 陆行之警示,台积电要是2奈米制成的发展速度,再和3奈米一样,距离上一代5奈米,间隔3至4年,就可能被英特尔超车。 陆行之还认为,尽管英特尔表达了清晰的目标,但认为台积电的执行力要强很多,期待管理层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 有设备厂商的消息称,台积电内部也挺紧张地在到处打探消息。 不过,陆行之补充,不知道半导体设备商是不是用这个消息吓唬台积电,让台积电不敢砍涉被伤的订单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